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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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启居人下 无不令人感慨万千 辽金之国已尽千载 往事如烟 已入悠悠长河 常有人言 知其疆域何用 惜其兴衰何利 是非功过 不过开探而已 然通辽金之兴衰 可知民族之变迁 亦小文化之共融 明中原王朝制度之利弊 而至契丹女真之兴 纵观中原之变迁 由周而始 春秋战国而有强行 汉世轻颓而分三国 进驻强权 南北战乱 五湖乱华 民族之戎自此而始 于沉痛之中而共融 在迁徙之时而凝聚 今知中国于侵略而奋起 于征法而不屈 盖死于此 世间万物之变幻 循环而上 似往复而渐身 臣臣史册朝代更替 分分合合 循环往复 然制度之更换 文化之思索 日渐丰富 欲渐深沉 故此颂之史 辽建兴 经济之 可巧养民方可复国 开放而系他国之所长 强国须有强兵 强国亦须名策 漫漫中华长河 以一人之穷尽 放之穷语之变 若沧海之渐低 如仓储之一宿 总乱古之更替 可通 金石事变 接下来说 中国历史上 被人遗忘的王朝 存在38年 却做出了四大贡献 影响至今 说了 你还别不信 隋朝 可以说是昙花一现 从公元581年 到公元618年 时间仅仅38年 相比于秦朝 也相差不多 很多人都认为 隋朝只是中国历史上 一个非常普通的王朝 但是在外国史学家眼中 隋朝的建立 却要比很多朝代都重要 中国的一些专家学者 对隋朝的认识 也逐渐有了明显的转变 那么隋朝 究竟有什么出众的地方 能够让国外史学家 如此青睐 说到隋朝 大部分人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隋扬帝杨广的暴虐 不体虚民情 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想起来 他修建了大运河 现在还在使用 所以在之前 人们对隋朝的评价 都是不太客观的 说起隋朝 基本上有这么四点功劳 第一点 结束了四百多年 全国分裂的局面 纵观中国古代史 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板块 一是从先秦到两进 而另一块就是唐宋元明清 秦汉未尽的基础 在秦朝的建立 而唐宋元明清的基础 就在于隋朝的建立 隋朝建立 结束了自从汉信帝 迁都许长之后 四百年国家分裂局面 同时也确定了 在五湖乱花之后 汉人重新回到了主导方面 虽然隋朝的统治者 并不是血统纯正的汉人 隋朝的建立 确立了一个多民族的 统一的帝国 这也为后来的唐帝国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 隋朝的统一 让国家经济发展 达到了一个巅峰 不管是从社会治安 军队战斗力 经济发展 还是人口增长 都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从资质通建中 对于隋朝历代之盛 给予此意的评价 可以略亏一二 从人口来看 隋朝人口在四千六百万左右 而贞观之治二十年的时候 唐朝人口三百八十万 天保十三年 人口才和隋朝持平 可以说 就算是后来的大唐盛世 也不过是隋朝盛世的 另一种表现 第二个 就是开通金航大运河 金航大运河的开通 并没有史书上 记录的那么惨烈 就像秦始皇修长城一样 其实大部分 都是已经存在的沟渠 只有一小部分 是争调民伏挖开的 但是到了唐朝时期 为了诋毁隋朝 就把大运河的开通 说得非常惨烈 而且只说了大运河的弊端 并没有提及到优点 大运河的开通 加强了中央对南方的掌控 缩短了南北之间的距离 同时也促进了 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 文化的发展 为中国经济中心难移 提供了条件 第三点 三省六部制度的开创 隋文第十期 废除了北州的六关制度 建立起了三省六部制度 来强化中央的权力 在隋朝之前 中央的官制 一直都是在不断的变化 但是等到隋朝的 三省六部制度建立之后 中国封建王朝的中央官制 就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三省六部制度 可以说是之后朝代的中央官制的基础 因此这一官制 应该是最科学合理的 最后一点就是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从隋朝建立到清朝结束 之间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面 为中国王朝人才选拔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此之前 朝廷官员的认知权利 基本上是掌握在世家手中 而科举制度的创立 为寒门子弟出人头地提供了机会 而且科举制度 对整个西方国家 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即使是现在 科举制度的影响已久存在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